6月27号至29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日本大阪 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4次峰会 此次G20峰会是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历史关口举行 习近平主席站立时代朝头 不畏浮云遮望眼 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明确方向 为大国关系和国际合作把脉开放 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着实 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担当 两天时间里 习近平主席接连出席20多场活动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倡导伙伴合作精神 践行互利共赢理念 阐释共同发展主张 会场内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引发共鸣 中国理念方案广获支持 会场外 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外交牵动全球目光 中美元首会晤备受关注 国内外舆论高度评价 认为习近平主席此行 致力于凝聚共识 增进理解 推动合作 传递信心 为峰会成功 做出重要贡献 为世界和平发展 增添稳定预期 当前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蔓延 侵蚀各国互信协作 冲击国际规则秩序 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和倡导多边主义 在G20峰会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秉持多边主义精神 引导对话讨论 朝着合作包容共赢的方向发展 指出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 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各国早已休期与共命运相连 我们要立足共同利益 着眼长远发展 避免因一时短视 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中俄印领导人会晤 中非领导人会晤等小多边活动 呼吁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观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共同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在会场内外得到广泛响应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G20大阪峰会发出 支持多边主义的主流声音 为国际形势发展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 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心声 在世界经济前行的十字路口 在国际体系变革的关键阶段 G20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有增无减 习近平主席着眼时代发展要求 倡导各方尊重客观规律 把握发展大势 胸怀共同未来 做到四个坚持 一要坚持改革创新 挖掘增长动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要坚持与时俱进 完善全球治理 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三要坚持迎难而上 破解发展瓶颈 让更多国家和地区 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四要坚持伙伴精神 妥善处理分歧 通过平等协商扩大共识 这些倡议 为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指明了方向 有利于开辟更加广阔的 全球发展空间 有助于营造风轻气正的 国际合作环境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坚持发展视角 推动G20将发展 至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 优先位置 针对一些国家关注的 世贸组织改革问题 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维护世贸组织核心价值 和基本原则 坚持特殊与差别待遇 并以协商一致方式推进 使世贸组织更加有效 践行开放市场 促进发展的宗旨 此次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应约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举行会晤 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 表明中方立场 就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坦诚沟通 习近平主席 总结中美建交 40年来的经验启示 指出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比摩擦好 对话比对抗好 两国利益高度交融 合作领域广阔 应避免落入 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 实现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强调 在涉及中国主权 和尊严的问题上 中方必须维护 自己的核心利益 特朗普表示 他真是同习近平主席的 良好关系 两国元首保持密切联系 非常重要 美方重视美中关系 对中方没有敌意 美方愿同中方开展合作 希望美中关系越来越好 习近平主席还重申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 严正立场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特朗普总统确认 美方立场没有改变 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双方的分歧 中归要通过平等对话磋商 找到双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特朗普总统对此赞同 表示应妥善处理双方 在经贸等领域的分歧 美方将不对中国出口产品 加征新的关税 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是 双方同意继续推进 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双方宣布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 重启经贸磋商 这些重要共识 向国际社会和全球市场 发出积极和正面信号 习近平主席此次赴大阪出席G20峰会 受到日方高度重视 安倍晋三首相在习近平主席抵达当日 即举行会谈并设欢迎晚宴 双方就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 达成十点共识 强调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各项原则 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加强高层引领 深化利益交融 为彼此企业提供公平 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倡导文明对话 促进民心相通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共同致力于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这些共识 为今后的中日关系明确了方向 习近平主席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 就双边关系及朝鲜半岛形势 交换意见并达成新的共识 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商定继续推进 双多边框架下的对话合作 带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 习近平主席重视同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大国领导人的团结协作 同南非总统拉玛夫萨 印尼总统佐科分别会晤 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中俄印领导人会晤期间 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 平衡推动经济 政治安全 人文交流三大领域合作 夯实金砖合作基础 当前中东形势朝鲜半岛问题 处于重要敏感节点 牵动大国关系走向 成为本次峰会期间 各方关注讨论的话题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 沟通交流 协调立场 鼓励引导有关国家 加强对话协商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为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发展振兴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同时也难免伴随干扰和杂音 习近平主席利用此行公开讲话 会谈会见等场合 阐释中国发展理念和合作主张 宣布中国在开放市场 扩大进口 改善营商环境 推动自贸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明确态度和最新举措 指出中国正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 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席结合G20峰会有关议题 介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理念 大力倡导国际创新合作 强调要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翻离 让创新成果汇集更多国家和人民 这些倡议主张自信坦荡 掷地有声 彰显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 相统一的博大胸怀 习近平主席此行统筹多边和双边 兼顾大国和周边 涵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 是中国全方位外交又一次成功实践 今年6月以来 习近平主席接连4次出访 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记录 这4次重要外交活动紧密衔接 协调推进 实现了中国国际影响的再提升 外交总体布局的再完善 战略运筹空间的再拓展 当前世界乱局变局仍在持续 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在蔓延 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保持清醒 保持定力 沉着应对 积极有为 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业绩 明确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